用纯洁花绿意气息振奋开启一天 和植物一起过生活 只要身边有花朵生活 就会很美丽哦 这就是今天园艺小国家 Emma Candy要和大家分享的 这个台湾百合 是这样子大型的桶状花 带着这个暗紫色的条纹 就是它最特别的地方 瞧瞧这每一株直立瘦长的台湾百合 算是台湾特有种的植物 它算是喜欢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这个我种的就在顶楼的地方 所以阳光是非常充足的 每年的这个时间 也就是四五月的时候开始开花 每年就开花一次 开花的过程就是一种垂直开花 从一开始这个阳角是零度的 也就是直直往上 然后它会慢慢的往横的 这呈现九十度 然后继续往下 它的阳角变成一百八十度 最后呢要开花的时候呢 它会再往上提呈现九十度的模样 这就是它的垂直开花非常不一样 很特别美丽的样子 大家分享开花后 如果你做修剪呢 可以怎么修剪呢 让这个它的方式 就是呢你不要剪到底 留一小部分的叶片 就是开花后地 这个它的这个地底下呢 它会新生成的这个磷片囚禁啊 它就会再继续的长大 因为有叶片啊 行光合作用 把这个养分输送到底下 然后就会培育出新的子球 然后你维持越久的子球 它就会越大哦 那么来年它的生长呢 就会更好哦 那有的人的方式呢 比如说你想要再繁殖多一点呢 就可以在秋冬 也就是它整个结束的时候 它整个球境呢 都已经生成长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挖起来分出啊 我的种植呢 一直都让它存放在这里 已经有几年了 我也不会去特别动它 那看得到这样子的花朵呢 一样呢 开的一朵一朵又大又美丽 所以我们就不去动它 就让它在这里 从春天到了冬天休眠 春天再一次再开花 再剪下来呢 你就可以为你的自己的趋势 这就像我剪下来 放在这个餐桌上面 哇 多么的芬芳啊 台湾百合就分享到这里 这也就是原意想活家 爱妈Candy 平日的自然乐活的点点滴滴 也接收到YouTube的恭喜信函 一万人 代表有一万人以上的人 非常支持原意想活家 爱妈Candy的分享 这样子的自然乐活点滴分享呢 有更多更多的尝试跟秘迹呢 期望着大家继续来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